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八年前广东中山一名14岁的花季少女阿婉被拐八年之后 当她回家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可怕的模样 这八年里她到底遭遇了什么 在重庆一些犯罪团伙利用抵押私家车获取贷款之后是连环下套 那么他们究竟用的是什么手段让车主丢了车 而且还损失了财产呢 更多的内容稍后为您奉献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热线发布 6月11日公安部发布了A级通缉令 公开通缉第三批十名重大文物犯罪的再逃人员 我们来看一下这十名再逃人员 他们是刘邦强 徐道寅 张恒 吴光诚 范党辉 还有马卫国 房国立 关金港 王健涛和韩万里 那公安机关呢就希望社会各界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 能够提供有关的线索 同时检举揭发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以及盗窃倒卖文物等犯罪活动 发现有关情况呢 您可以拨打110的报警电话 同样也可以当地的公安机关取得联系 那么对于提供线索的举报人 以及检举揭发有工人员 公安机关将会给予奖励 2017年的12月14日 曹女士到云南的景洪参加了一个低价团的旅行 那当时呢她是买茶叶花了不到2000块钱 而且她也表示说不愿意再掏钱去买翡翠了 这时候那个旅游团的导游呢就很不高兴 对她进行了言语上的侮辱 而且还把她赶下了车 那这个事情有了最新的进展 这个导游呢因为强迫交易罪呢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没有买2000块钱的茶叶 我让你去买匪区你能买吗 我不选匪匪 我不走匪区我去买 茶叶你买多少钱 680了 你把你的糖匪花出来嘛 你低教堂嘛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这里聘吃聘喝 一杯货真价值了是够多喜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你有什么不喜欢不高兴 我不买导游路上来回去投诉 投诉去买 这个投诉有些 我不相信这个厅 恶人可以逍遥法外 我知道你身边走完这房里 早早这个人 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安安自主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游客曹女士就向相关的部门 进行投诉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应该是她当时自己拿手机拍的 2017年的12月22日呢 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就通报说 这个涉事的导游李某的 已经被关机关的立案调查 并且采取了强制措施 那现在 今年的6月10日呢 就是云南西双版纳 歹族自治州景洪市人民法院 对这个被告人呢 强迫交易呢 进行了一审的公开的宣判 那判处他 罪名成立 有期徒刑呢 6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2000元 判决之后呢 这个当事人就没有当时在车上 那么一指气使了 表示呢 毁罪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呢 就是我们栏目的特别评论员 杨延超 杨教授你好 这种事情其实呢 好像也是不绝于耳 那您觉得从法律的角度 如何来更好地去引导 来杜绝此类事件的继续出现呢 对 这个旅游乱象 一直是一个社会大问题 这个高考结束了 我们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旅游高峰 对 那么如何有效地制止旅游乱象 全社会都很关注 那事实上 说到旅游乱象 难道是我们的法律不规范 其实关于旅游问题啊 我们已经立了很多法 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旅游法 来规范这个导游的各种行为 再比如说 我们还有专门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我们也规定 这个对待我们的游客 要像对待上帝一样 我们还有专门的合同法 要求城市守信 当然我们还有刑法 刑法规定不得强迫交易 问题的关键在于 为什么有了这么多的法律 这个旅游乱象 还是屡屡出现呢 我想这里还要特别强调 执法的问题和监管的问题 那么执法和监管 是能够进一步强化 规范旅游市场 十分关键的要素 而且这里我们也特别强调 有必要建立 我们旅游市场的诚信档案 一次不诚信的行为 可以终身地记录 它的诚信记录 总而言之 我想我们共同努力 用法制的轨道 去规范一个健康 有序和规范的旅游市场 没错 暑假也就快来了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 更有序 更良性 更安全的旅游环境当中 去享受这个假期 谢谢杨教授 同样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现在您可以看到屏幕下方 用我们的电子邮箱 同样也可以扫描 我们的二维码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关注我们 热线12直播继续 我们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最近在浙江杭州 航长高速公路 有一处隧道里边 两辆汽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截止导致在隧道里边起了火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 高速交警紧急地救援 浙江高速交警杭州支队 四大队的民警 张晓东是三次 进入到了隧道内疏散群众 他的救援的身影 被网友称作最美的逆行 6月9号16时许 浙江杭州航长高速 百丈隧道内 一辆小轿车 与大壳车发生碰撞后 起火冒出浓烟 接到紧情后 浙江高速交警 杭州支队四大队民警 张晓东 仅用了三分钟 就到他了现场 此时浓烟已经不断 从隧道内涌了出来 张晓东立即划定警戒区域 截断进入隧道的车辆 虽然隧道内情况不明了 但他仍然奋不顾身 独自一人逆行冲了进去 人到出去 人到出去 待围观群众疏散完毕后 张晓东又和赶到增援的民警 一起返回了隧道内 此时隧道内 已经完全被浓烟笼罩住 已经完全看不到人了 他们一路跑一路 挨个敲打车辆的车窗 检查车内是否有滞留人员 并引导他们疏散撤离 随后后续救援警力 失救消防陆续赶到事故现场 张晓东考虑到 自己对里面的情况比较熟悉 有毫不犹豫的第三次进入隧道 准确将救援力量 带到事故点进行失救 由于疏散及时 此次事故中 隧道内200多辆车和400多名群众 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和损失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最近广西吴州的警方注意到 一名秦姓的男子 以高出正常运费许多倍的价格 来聘请大货车司机 到云南的瑞丽去拉货 这事觉得很奇怪 所以警方随后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就此破获了一起特大的贩毒案件 广西吴州警方前不久获得线索 腾线男子秦某 以高出正常运费许多倍的价格 聘请大货车司机到云南瑞丽拉货 考虑到秦某曾经是一名涉毒人员 警方立即开展了侦查 侦查中警方发现 秦某通过同乡黄某墙 找到两名大货车司机 并安排马载黄某国跟车去云南瑞丽 于是侦查员们一路跟踪大货车 进行监控 大货车到达瑞丽的当天 侦查人员就发现 黄某国等人活动异常 黄某国等人先把大货车 开到瑞丽郊外的一个偏僻路段 停在了路边 曾多次到中缅边境的 瑞丽贩毒的黄某国十分狡猾 他到瑞丽市区的一个娱乐场所 开了一台小车出来后 并没有直接回到大货车那里 而是在瑞丽市区 兜了一个小时的圈子后 才把车开到大货车停车的地方 潜伏在车上办案的民警 拍下了犯罪嫌疑人 将四个纸箱从小车 搬到货车驾驶室的全过程 根据警方的经验 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将毒品 藏匿在大货车更加隐蔽的部位 以逃避一路上的检查 果然第二天一早 黄某国等人就将货车 开到了附近一个 全市烂尾楼的小区里 大货车开走之后 侦察员们提取了犯罪嫌疑人 扔掉的四个纸箱 随即专案组制定了 详细的抓捕和应急预案 行动当天 五路民警奔赴 摆设腾县等地开展侦查部空 设卡对大货车进行拦截 抓捕涉案嫌疑人 黄某国等人驾驶 专满西瓜的大货车 行驶了20多个小时后 在云南和广西交界的 百色隆林公安检查站 被警方截停 黄某国等三人下车 接受检查时 民警立即将他们控制 对大货车进行搜查 我的闻到机位 你那么没闻到吗 我好像也闻到一点 民警从驾驶室 与车厢之间的自制水箱里 搜出了265块 用黑色和黄色胶带 包裹的长方形物品 经过我们的检验 这些全部都是毒品海洛因 这批海洛因 共92.75公斤 犯罪嫌疑人黄某国 交代了他在瑞丽 与上线毒贩 没有见面的情况下 完成毒品交接的过程 上线说 把毒品放在一辆小车上面 小车停在某个酒店大门前 小汽车的钥匙 就放在挡方玻璃前面的 雨花器上面 当天凌晨 警方在吴州藤县 桂林立普将犯罪嫌疑人 秦某和黄某强抓获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 关注一个寻亲的故事 2010年的8月份 万女士的女儿阿婉 在下楼买东西的时候 被人拐走了 那么此后一直没有消息 三年之后 当时拐走她女儿的 那个人贩子 被警方抓获了 可是阿婉却还是没有允许 那么这个阿婉 能不能被找到呢 2010年的8月30号 对于万女士来说 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她14岁的小女儿阿婉 在下楼买东西吃的时候 突然失踪了 我都跟我大女儿说 我说你妹妹都不见了 我说这些她在哪里去呢 她说妈妈你快点报警 这里人贩子有点多 她说是怕招待人贩子的手里面 那当时我心里真的冷了 我就在那里一路哭一路找 一路哭一路找 我就抱110 万女士家住在贵州遵义 这次她是带着小女儿 来看望在广东中山打工的大女儿 没想到一顿饭的功夫 治理有些问题的小女儿阿婉 就找不到了 对于当时的情况 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 东区分局 起湾派出所的接警人员 记得很清楚 我们在接了报警之后 调取了路边监控录像 发现被拐的女孩 是从这个路口 坐了一台三轮电动摩托车 从这里往那边转过去 被人带离现场的 根据民警的走访调查 将万女士女儿阿婉 带走的电动三轮车主 是一个姓段的中年男子 在阿婉失踪后 这个段某也搬离了住处 我们发现这个嫌疑员搬走之后 就发现她有重大的可疑 马上将这个情况向我们上一级 我们市公安局行政队废报 照片上的女孩就是失踪的阿婉 警方怀疑阿婉被犯罪嫌疑人 段某拐走后立即立案调查 根据线索 办案民警先后辗转于中山 韶关 江门 东莞 广州 河南 江西 浙江等地展开调查 终于在2013年的3月份 在浙江台州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段某的踪迹 将其抓获 他当时也承认了 确实是他以诱骗的方式 当时的话就是在 当时我们那个市匣区 起湾附近 就是以大客的形式 把这个女孩打走了 当时段某他们夫妇 当时把他拐回去的话 主要就是说 就想给他的儿子段某证 做媳妇找个伴给他 在审讯中 段某交代 是他拐走的阿婉 他说当时虽然看出 阿婉的智力有些问题 但是他长得非常漂亮可爱 于是就起了心思 想拐走阿婉 给他儿子做媳妇 后来因为怀疑阿婉不能生育 在儿子和阿婉同居几个月后 他又将阿婉转手 卖给了别人 最开始就是说本身是拐到他们家的 那拐到家了之后呢 后来呢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吧 他又以这个一万两千块钱的这个价钱 把它卖给了他的一个 也是一个亲戚叫王某的 这个王某呢最后呢也是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吧 又把它以一万五千块钱的这个价钱呢 又转卖到这个王某的亲戚康某 随后警方成功将王某康某等 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但是阿婉并没有找到 康某抓获之后 当时我们在江西呢就连夜突审 就是问他这个孩子究竟去到哪里 据他反应呢 他就是于那个2012年的下半年 在荷兰省信阳市的汽车站附近 就是在他买东西的过程中 这个李某就走私了 2013年11月4号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判决段某有期徒刑六年 罚金一万元 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八千元 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四千元 他们人犯子抓到之后 我说说我的小孩呢 我的轮是被人犯子拐卖了 但是他们说一切希望都不能放过 我哪里都要找 我们去到那个荷兰省西洋市 包括驻马链市呢 我们也跟当地的 特别是他说那个辖区的 那个公安机关呢 也包括我们去寻人启事也好 那些也有当地也有跟他们沟通 也有走访过当地的那个民政部门 就是因为当时可能就没有什么结果 好消息就是在拐走阿婉的人贩子 落网五年之后 警方最终呢没有放弃努力 还是找到了阿婉 坏消息就是 此时的阿婉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广东省中山市警方 并没有放弃寻找万女士女儿阿婉的下落 在这期间 对于万女士滞留在广东中山寻亲 而遭遇的困境 警方也给予了帮助 嫌疑人抓获之后啊 但是这个小孩没有找到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作为侦察部门 作为派民进来说呢 对于我们心中始终一个是一个心结 我只要听到他们说是去找过的地方 我就是说那些救助站啊 深圳救助站啊 还有那个珠海啊 我听到有人说 哪里有这个女孩的被引子 我就去 我就去找 反正我一直觉得我的小孩还在 她母亲呢一直在中山呢 为了寻女吧 一直在中山打短工 然后呢当然呢我们作为东西分局 我们那个金办的部门 还有市局的一些相关的领导 也比较关心她 也给她申请了一些社会救助 还帮助她寻女 此后的五年时间里 为了寻找阿婉 万女士和中山警方的办案人员 一起走遍了国内的多个省市 直到今年的五月份 通过DNA的比对 阿婉的下落终于有了消息 在2018年5月3日上午 我们单位呢就接到 河南信阳警方的电话 就说他们在当地救助站 找到一名女孩 就很可能是八年前 我们这里一宗拐卖 儿童案件的一个被害人 时隔八年 在河南省信阳市 罗山县康星社会养老服务中心 万女士夫妇和被拐多年的女儿 阿婉终于见面了 但是此时的阿婉 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了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个是我的女儿 我看到是人全部杀 我说人全部变 人整个一个人全部变了 因为当时看到了 真的那么杀 我真的不敢相信是我的女儿 爸爸你整个出了 我整个出了 你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她认识你吗 对 她本身身小齐验 你别哭了 别哭了 别哭了 你把她那个 长大了 长胖了 高胖了长鞭了 对 长鞭了长鞭了 我说你不怕我这边没人接触 跟人家怎么敢怎样说 这个小孩早上看成这个样子 2018年5月4号 万女士和中山警方 一起将阿婉带回了中山市 根据阿婉的情况 中山警方和当地民政部门 联系了专科医院 为她治疗 因为这个小孩 她本身就是 治理上有一些欠缺 加上这些年 受到一些身心的摧残 所以目前就 精神状态不怎么好 目前就在精神病院 进行一个救助 她入院的时候 情况还是比较乱的 而且容易发脾气 容易冲动 而且不能激里伤活 干终于打她母亲 沟通不了 问话 她基本上不说话 基本上都是为傲的 对抗的 因为她这个病人 从心理上 包括精神行为上 都受到比较大的伤害了 阿婉的主治医生说 阿婉的这种情况 是因为精神 受到了强烈刺激 所导致的 因为这个患者 它存在一些 纪律方面的损害 包括一些行为 社会功能 纪律能力 这些都受到一定的损害 所以她恢复的 要学生 需要不要长一张 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 万女士说 在女儿阿婉身上 至今还留着很多伤痕 这个耳朵 这里 这个耳朵全部削掉了 还有这里 这个头伤 这些伤 好几条 现在头发长生了起来 我用到了 这里 这很明显 所以当年她走的时候 不知道你真的 都没有是吧 没有 这些 这些 一直都看得到 这些伤 这个伤 你看这个 用脚跟捏了 这个是很多年的伤 你看 脚跟捏了 用烟头烫的 我都不敢想象 你看到这些伤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只是哭 没有办法 她恐惧 就一发生了 我们只是抱着她哭 你抱着她 她现在能回应你吗 她不知道 我是妈妈 你不认识我吗 我是妈妈呀 我是妈妈呀 听到没有 你叫我医生嘛 你叫我医生 你叫我医生啊 不像以前的事 从现在 我们重新开始生活 行吗 行不行 我们重新开始生活 我们都是好人 我是你的亲人 我是你的妈妈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你说我恨不恨 对于将来 外女士有些茫然 像她女儿这种情况 她还能不能 向几个已经被判刑的人贩子 追究责任 当初做这个事的话 我的要求 我这个女儿这一生 该怎么做 这个医生 她以前还成这个样子 我都不知道 就是将来的话 我就是想这个女儿的将来 就是她在 我在呢 她的有那个 假如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我就 目前阿婉还在医院的治疗当中 她的治疗费用暂时由当地的民政部门承担 所以母亲的这个泪水 再次提示我们拐卖犯罪 她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对家庭就是一种悲剧 我们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贵州的一个女子 9岁的时候被拐到了福建 30年来呢 大家一直没有放弃去寻亲 那么最近广东佛山的警方 利用DNA比对的技术 为她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帮她们圆了30年的寻亲梦 画面中哭成泪人的女子 就是林真妹 原名杨发琴 出生于贵州省六盘水市 1988年 年仅9岁的她被拐 从此与亲生父母失去了联系 之后她被送到福建莆田 一对林姓夫妇收养了她 便给她取名林真妹 尽管在林家生活得很幸福 但林真妹从未放弃过 寻找亲生父母的努力 可惜由于年幼被拐 她对老家并无多少印象 这个事情压在我心里 就是一直想找到他们 贵州的 四川的 我都会问 一个月前 林真妹来到佛山南海 一家美容店打工 店里一位熟客听说 林真妹的事情后 建议她寻求警方的帮助 今年的5月15号下午 林真妹来到了佛山市公安局 南海分局平州派出所报案 想不到对此报案 给了她一个很大的惊喜 5月23号下午 得知消息的林女士来到派出所 在佛山河六盘水警方的协作下 派出所民警为林真妹 于远在贵州的亲生父母 进行了视频见面 你跟她想去跟她对话 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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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的时候 穿的是红色的水鞋 记住吗 知道 知道 你爸爸知道 你爸爸知道 知道 经过视频聊天 不断对当年一些细节的核实 确定了对方是父母亲后 林真妹瞬间哭成了泪人 近日 林真妹在民警的陪同下 回贵州六盘水认亲 能找到这点真的很不容易 父母也开心吗 我们也开心吗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近日由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 一天使分会主办的 零助牙行动 微笑天使活动在北京举行 6月10号 关爱山区儿童口腔健康 公益项目发布会 即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此次活动是为了更好帮助 山区小朋友改善口腔状况 学习正确的刷牙方式 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 动员更多的志愿者和义工朋友们 加入公益活动中来 经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相信我们国家贫困山区 儿童口腔的健康水平 一定会得到提高 让每一个儿童 具有健康美丽的压值 近日重庆市江北区警方 捣毁了一个汽车套路带的诈骗团伙 那犯罪嫌疑人呢 是以小额贷款为诱饵 吸引有车一族 通过抵押私家车来获取贷款 之后开始连环下套 2017年5月初 在重庆市做生意的张先生 由于新店开张 需要一笔资金进行短期周转 经朋友介绍他来到 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 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该公司声称 只要给车装上GPS即可放款 而且贷款利率也很低 它利息实在是不高的 如果很高的话 我们正常做正规生意 也不可能去接这种钱 但是它是以保证经理名言 它是说可以退给你 这家贷款公司 对张先生的车辆 进行评估之后 告诉张先生 可以贷款给他15万元 在合同签订之前 公司就先行打款10万元 到张先生的账户上 并表示签订合同后 剩余款项会以现金方式 直接支付 见对方如此爽快 张先生没有仔细查看条款 就签订了相关合同 因为第一呢 必须是有人在介绍 第二呢 之前完全没有 接触过这种事情 所以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防备的一个心理 随后这家公司 先以给车辆安装GPS为由 开走了张先生的宝马汽车 并且要求张先生 交纳2.5万元的风险保证金 1.5万元的跟踪管理费 以及2,250元首月利息 等共计4.6万元 而这些费用 将直接从贷款余额中 进行扣除 于是剩下的5万元贷款 为款 仅仅支付给了张先生 4000元钱 就是第一天签完合同以后 他就要先把车开走 我只要1000元 他们那个行动 我现在回想当时那个过程 他们这个动作是非常快速的 你的行动是这种 车要使车 他们以装GPS的名义 马上就全部拿走了 该公司称 他们收取的2.5万元的风险保证金 在张先生还款后会全额退还 但是前提是 必须在该公司贷满三期的款项 也就是说 第一次扣除的风险保证金 要第三次贷款后才会退还 而第二次及第三次的每一笔贷款 仍然还需要扣除这个风险保证金 而这些收费款项 在合同签订之前 贷款公司并没有告知张先生 我当时我担心的问题 他们把我的车开走 就搞没有事情 我是担心拿不回来车 车在他们手上 他们有保障 你所有的事情 就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张先生本以为扣了钱就能拿回车 结果该公司称 根据合同条款 还需要考察一下 张先生的家庭住址跟店面 在考察完店面后 对方又让张先生 签订了一个店铺转让协议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月内 张先生有任何违约情况 这家贷款公司 就有权利接手张先生的店铺 发现事情不对劲 张先生立即表示要还款取车 这时贷款公司却称 依据合同规定张先生涉嫌违约 不仅需要张先生缴纳贷款总额 20%的违约金 同时在不退还风险保证金 等费用的情况下 他必须偿还全部15万元的贷款 否则车辆不予归还 多次交涉无果后 张先生选择报警 这个事情我们经过掩盘过后 我们发现它实际上是一种 非法放贷的行为 然后主要是根据 它在这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如果是有隐瞒事实真相 那么就是一个涉及到诈骗的行为 如果有以车为名 对那个被害人进行要挟的话 从而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 那么就是一个敲诈勒索的行为 重庆警方立即立案侦查 组织警力全面展开调查之后认定 该小额贷款公司就是典型的 以车贷款为幌子的诈骗公司 它为了让自己每一笔贷款 来达到自己占有的 被害人的钱财最大化的话 它会设很多的环节 每一个环节到一定的程度 它会收取不同的非认 都是针对于上个环节 给它创好的条件 然后层层入套 最后造成被害人 一套一套的最后陷入越来越深 最后被迫或者无赖 只有接受 这个贷款公司不合理 明显不合理的调控 2018年3月 重庆市江北区刑侦支队 通过长期侦查 一个以四川老乡结帮作案的团伙 浮出水面 在掌握多方证据之后 警方果断出击实施抓捕 此次行动 共抓获公司相关人员9人 其中4人已被检察机关 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不久之前这一天下午 在广西南宁市的平溪路附近 发生了一起故意伤害的案件 一名女子被嫌疑人持刀捅伤 而警方在次日凌晨 就将凶手迅速地抓获 能够这样的神速破案 还得感谢一位见义勇为的少年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名女子被以男子捅伤后 倒地不起 随后伤人男子逃离了现场 而这一切 被刚好路过的一名初一学生 小陈看在眼里 走过来就没有说什么话 就直接拿到捅伤了被害者 没有任何的争吵 当时第一反应也是 先把110和110给拨打了 然后赶紧救伤者 以及帮助伤者 当时就想救人 在拨打了报警求助电话后 小陈发现犯罪嫌疑人 往淡村菜市方向逃窜 便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 在路上 他一边记下该男子的体貌特征 一边留意附近的标志性建筑 和道路特点 没有 反正 可能是遗伤我爸爸 我爸这人也是 假如别人有困难 也是第一时间帮助 所以可能这一点遗伤我爸 好事做就是胆子会比较大 当看见行凶男子 进入一家宾馆后 小陈迅速回到了事发现场 而此时 南宁市公安局 江南分局的民警 和120急救人员 也已经赶到了现场 一名中学生向我们反映 说这个嫌疑人跑到了一个宾馆里面去 也是在皮西村里面的一个宾馆 所以又带我们到了宾馆里面去 维谱人民嫌疑 了解情况后 民警立即赶到宾馆 却发现嫌疑男子已经离开 但是开房记录 却显示了他的相关信息 从宾馆的这个监控室摄像头 一路追踪 一路追踪 发现他去了兰工站 伤了大把 伤了大把以后 我们就跟着大把 到了次日凭晨4点钟 将嫌疑人抓获 犯对嫌疑人到案后供述 原来他是受伤女子的前夫 因为离婚后放不下这段感情 多次纠缠女子 得知对方有了新感情 不愿跟他复合后 就动了伤人的念头 目前三位嫌疑人 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已被警方依法逮捕 同时警方表示 之所以能在不到 12个小时的时间里破案 多亏了提供线索的小陈 生命中学生的话 心理素质非常好 对整个案件的过程 描述得非常详细 并且穿着 可以说是一致不差 他这个非常值得肯定 见义勇为的行为 是指着全社会 肯定很赞扬 不过民警也表示 青少年在目睹 违法翻队行为的发生时 积极协助警方提供破案线索的同时 应该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 我们警方也 劝告广大中学生 遇到类似的事情 还是选择合理的方式 选择报警 观察的方式 不要做出操作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 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建议勇为的好少年点赞 接下来还有一位 辽宁大连的一个公交司机小王 驾车从中山区昆明街站刚刚起步 看到一个小偷正在爬窃 小王这时候一个举动 吓坏了小偷 近日 辽宁大连529路公交车 驾驶员小王 驾驶公交车 从中山区昆明街车站起步时 看到一名男子 将手伸进了一位 正准备横过马路的女士的跨包里 掏出了一部手机 小王立即设法提醒那位女士 一开始这个人 不就在这儿横上马路吗 我一开始打了喇叭 他可能以为我要跟他抢刀 我就指他 我说那个人正在透明报 车里面他这个隔音比较好 他没听见 我就大喊了 我说小偷 小偷 然后他还没反过来 然后接着我就开车门 我就喊 你电话还先一抱吗 然后就女人一摸抱 电话没有了 得手后的小偷刚刚走出几步 见事情败露也没有逃跑 而是反了回来 将手机还给了刘女士 遭遇爬窃的刘女士 住在昆明街附近 当时是在下班回家途中 他告诉记者 他的手机刚买了没几天 价值5000多元 因为当时自己正在横过马路 注意力全在来来往往的车上 完全没觉察到手机被人偷了 整个事情太快了 然后因为喇叭事也特别响 然后当时周围这个事情 就是我都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然后他正常又冲下来 我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那小偷 可能也是被震住了嘛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还我了 随后刘女士报了警 目前529路公交车的监控视频 已交警方协助调查 你看想起那首歌了吧 路肩不平一圣猴啊 是吧 这就是社会呼唤这种正能量 最近看另外一件事情 安徽速州有一辆混凝土的灌车 不慎翻到水沟里 驾驶员被困 附近咱们来了三个村民 听到有人落水 马上跑来救人 由于驾驶室的门被锁住 三位村民找来撬棍撬开了车门 但是驾驶室已经变形 驾驶员被卡住不能动弹 并且驾驶室已经进水 车子还得慢慢向水中滑动 眼看水位就要没过驾驶员的面部 为了防止驾驶员溺水 几位村民轮流用手 拖住驾驶员的头部 并一直鼓励被困的驾驶员 随后消防员赶到 被驾驶室进行破拆 在村民和消防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驾驶员被成功救出 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情况平稳 后来他们就一直鼓励我 就是说不能睡 一直陪我讲话 叫我就是检视一定要检视 非常感谢他们 最后来关注江西赣州道路积水 司机被困车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